诶对啊哲学系毕业能做什么 哲学家 没有能做的事情 一本正经讲干话 罗斯峰YouTube频道 迭友不正业的群落车单元 前进嘉义中正大学 防疫间由哲学系学生 创业开的卷饼店 哲学系虽然它没有直接对应的工作 但是因为跟人类历史上 最聪明的一群哲学家 去做思维上的争辩 这个过程中你的脑袋 就会变得更灵活 这就是哲学系设立了初衷 你要培养一个完整的人格 为什么一定要去读哲学系才有完整的人格 没有没有因为我们的人格 社会化之后会有很多的缺陷啊对不对 我最没有这样的意思 但我 但我认为哲学系它是一个很好的环境 去刺激到你更多面向 你可以自己去培养其他的技能 我现在已经大学六年级了 嘿嘿嘿嘿 就不想毕业 他很自豪耶 第六年级 不然有原因啦 第一个是我之前出过车祸 所以我休学差不多一两年 然后第二个原因是 我有双组修资讯管理系 因为我妈很担心我读哲学系吃不饱饭 所以她叫我去双组修 所以你开这家电影想了很久 想了非常久 因为我好不容易把资管系读完 本来想说去台北当个工程师 嗯 可是我发现 在我不断coding的过程真的太无聊了 然后我想说有什么东西可以做 然后觉得 诶好像包卷饼不错 其实这创业也很坎坷啦 就是我刚创业的时候 一开始在学校就一台微波炉 跟一个小冰箱而已 然后冰箱还是跟学校借 然后我们的肉啊 都是用微波炉开始把它煮熟 你发现其实蛮好吃的 这鸡胸肉鸡腿肉蛮好吃的 搞不好是你自己觉得好吃 别人不见得啊 反正就是有一群学生 他认同了微波炉料理 讲是讲微波炉料理 其实微波炉的原理就是分子加热嘛 所以我都叫他分子料理 哦分子 所以你之前是为什么会车祸 大二那一年我因为要接家教 我接到一个靠近东石那边的家教 上完家教回来的路上 对方是一台轿车 他抢黄的 然后我们就撞在一起 然后当下就是他的引擎就直接爆了 然后我们的机车就飞到田里面 结果咧 结果就是 我送医了 他送修 哦 后来我的脚掌就掉在地上 脚掌 对对对 我现在是环状缝一圈缝回来的 真的假的 这里都是环状缝一圈的痕迹 没有生命大碍 但是就是脚的功能是有严重的受损 在那场车祸中那么的惊险 以哲学界脑袋跟思维 有没有理出一套什么道理 确实的就是 骑慢一点 我那时候还有义士前最后一句话 就是跟护士人说 脚掌要带到 哈哈哈哈 大家不能没有脚掌 哈哈哈哈哈哈 刚那个是女朋友是不是 是 可以请他吗 来来来来 所以你也是哲学系的 是中文系 这样能结合吗 确实 文学上也有一些交流 文学上 你们会在那里 吟诗作对吗 还是怎么样 没有作对 你们做对的时候我有什么感觉 做就对了 而且我们笑成这样啊 他都不笑 他一定就是说 你们这些愚蠢的人类 哎 我想听你讲这句话 这些愚蠢的人类 你 你 滚 你 啊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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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